而大师魏延武呢 他过去最著名的作品 有一个是在长城脚下的公社 那个时候他在2001年左右 在长城脚下的公社 很快的就成了北京 要拍北京2008年的奥运 那找哪个地方来拍 当时是由张艺谋负责 他最具备特色呢 他挑了长城脚下公社里头 来自日本的设计师魏延武的竹屋 这是魏延武呢 在国际里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那换句话说 对魏延武来说 他可能跟日本的其他的建筑师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个不同就是 他多了很多谦和 少了很多骄傲 这也展现在这一次 他提《维热山丘》所设计的作品 这个作品里头都是块木 然后他所要做的是光和影的对话 随着时间的不同 大自然的改变 他的建筑物就会跟着改变 他的建筑物不能够超越真正的大自然 而是在大自然里头寻找自己的特色 让我们为大家介绍 这位替台湾的维热山丘 凤梨苏在日本打造 现在可以被认为说是 表参道理城市里的森林 最特别的建筑之一的魏延武 主屋2002年 十二位亚洲建筑师打造 长城脚下的公社里 意象最鲜明动人 让人浮想连翩的房子 日本建筑师魏延武 大胆采用中国味浓厚 几乎不可能成为建筑元素的材质 水池和竹子包围的茶室 远眺历经时光讨喜的风火台 这是竹物的精妙所在 魏延武说 当年37岁的SOHO中国创办人张鑫 用火一般热辣了白酒 说服他在中国接案 从此在华人圈内声明大噪 南青山的事务所里 近此夜时分 魏延武接受我们的专访 神采高大的建筑师 应记者之邀在著作上签名时 特地拿出毛笔慎重歧视的挥洒 不算大的空间 各种模型 图稿到处都是 加上书籍则满满印刷着他的名字 魏延武原是巴黎年代末期 以建筑评论起家的创作者 东大毕业 哥文比亚大学科作研究 91年完成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品 94年副建筑一书 确立他建筑的核心哲学 从此焊混凝土分道扬镳 大量运用自然材料 2000年落成的码头艇广众美术馆 奠定风格的代表作 曲发服饰会大师 安藤广众的大桥咒语 用山木营造出雨丝一般 模糊自然与人工的建筑 所以建筑师对安藤广众的作品 是很不以为安的吗 那时以来安藤广众的 写照也不太好 但人生没有生活的空间 若建筑就是将环境当主角 阳气破坏建物周遭环境的建筑造型 以及工业时代的建筑元素混凝土 谦虚低调绝不抢环境的风采 根基美术馆是另一座 反映这种哲学和美学的建筑 位于表参道南青山 闹钟取尽 大量植栽的青竹 隔开城市的喧嚣 走过50公尺长的逐篱过道 进入反映出间地倾斜角度 而设计的悬山式屋顶之下 收藏丰富古代佛像的展览大厅 前草寺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 雷门的红色大灯笼下 始终游客如之 2012年开始 对面多了一座西方观光客 指名的景点 浅草文化观光中心 像是力大无穷的天神 拎起了七座日本传统名居 再把它们一个个堆叠起来的造极 木格栅 玻璃 斜屋顶 都是威延无标志性的建筑元素 进入内部 那些原本倾斜的线条 全巧妙的秘籍 视线索及 找不到一丝图梯 违和的角度 我们想要成为这种柔和调和调和的城市 别忘了登高望远 楼顶是欣赏天空树最好的视角 还有朝日啤酒建筑上 那一抹柔滑光亮 金色的云 威延无一天只睡五小时 凭借着热情 同时推动着海内外的七十项建案 他说311大地震 印证了自己一向以来的思考 他坚信木材比混凝土 更适合地球暖化家具的环境 更期盼着东京 重回百年前 木构造建筑的时代 维热山丘东京殿 就是建筑师心目中 在转型为后工业化的社会里 一个最先锋的建筑